女孩每天夜晚都会变成黑面獠牙的野猪 为此母亲不让她谈恋爱 她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但是女孩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爱情漩涡 她无法忘记附家少爷 母亲一气之下 将她逐出家门 阿牙找到好朋友 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朋友很担心她 将此事告诉了少爷 少爷赶紧四处寻找阿牙 终于在路边将她找到 情感再也抑制不住 两人深深地拥抱了在一起 然而少爷的母亲跟随到此地 讽刺女孩是一只乌鸦 根本就不可能攀上他们家的高知 阿牙受到如此侮辱 赶紧拿着行李远离他们 少爷一直紧随其后 她发誓不会放弃女孩的 女孩非常痛苦 让少爷不要再来找她了 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了下去 阿牙焦急地让少爷放开自己 她不想让少爷看到自己变深的模样 少爷却深深地吻了上去 在荷尔蒙的加持下 女孩成功地打破了诅咒 即使好月当空 她也没有再次变成黑夜猪 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看到月亮 多么美妙的夜晚 看来少爷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此刻她是幸福的 父亲和母亲看天色已晚 心中非常后悔 将女儿赶了出去 正在此时 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 阿牙迅速地下车 开心地扑到母亲的怀里 女儿竟然没有变身 他们非常的惊讶 看来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功劳 一家人非常的高兴 母女俩也冰释前嫌 阿牙继续回去上班 两个人亲亲我我非常恩爱 阿牙还是害怕自己会变身 但是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又一个白天过去 她的身体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她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晚上在路上行走 而母亲也终于接受了 这个富家少爷 为阿牙准备了一件红色连衣裙 希望女儿能够尽快结婚 母女俩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殊不知也朱金在外面 一直看着他们 这种高兴的时刻 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 少爷带着阿牙 参加了盛大的酒会 并且在此宣布 阿牙将是她的未婚妻 少爷母亲对此表示不满 但是少爷丝毫不顾母亲的反对 小富婆不甘心 必须要做出点事情 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地在一起 她让狗腿子故意将阿牙绊倒 阿牙直接趴在了蛋糕上 这一下搞得是狼狈不堪 少爷母亲和小富婆 不友善地过来冷嘲热讽 让阿牙受不了跑了出去 她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 对她有这么大的敌意 少爷追了出来 为她擦拭着小花脸 看她还是耍着小脾气 直接将她扛起来 塞进车里 然后带回了家中 即使是这样 阿牙心中还是充满了委屈 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是一个香文解决不了的 经过一夜的交流探讨 他们终于悟出人生真谛 第二天一大早 少爷将阿牙送回家中 却遇到急匆匆行走的野猪精女人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野猪精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她一直跟随着阿牙寻找机会下手 这是一个歹徒 持刀拦住了阿牙 正当歹徒要得手之时 野猪精出现 连续几棍将歹徒打跑 看着倒在地上的阿牙 野猪精缓缓地亮起木棍 阿牙突然醒了过来 野猪精母爱泛滥 撕扯自己的衣物 为阿牙包扎伤口 这也是一个可怜人 只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阿牙感谢她救了自己 但是女人却是冷冰冰的 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让阿牙不理解 阿牙母亲却在晚上遇到了野猪 凶狠地扑向了她 原来这是一场梦 她现在非常担心女儿 阿牙却和少爷刚刚约会回来 吻别之后 少爷开车离去 这时邻居阿牙醉醺醺醺的走过来 阿牙连忙将她扶起来 送到她的家里 阿牙心里一直喜欢阿牙 此刻再也控制不了自己 抱着阿牙欲行不轨之时 阿牙拼命地拒绝 一巴掌将她抽携 然后跑了出去 阿牙也追了出来 为自己刚才的行为道歉 自己是酒后乱性 希望阿牙能够原谅自己 毕竟是多年的好朋友 阿牙也原谅了她 然而当阿牙一个人醉醺醺的回去之时 却遇到了一只黑面獠牙的大野猪 她顿时清醒了